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腿脚不方便 社区办的残疾人就业培训班就去了一次 全靠看视频自学 技术不行 大嫂看了大哥一眼 大哥给他使了个眼色 大嫂回忆 笑呵呵地说 就当姐妹吧 别累着自己 礼宾挣得多 家里不差你这份收入 徐静将两人的神色尽收眼底 没吭声 继续摆弄手里的毛线 大嫂轻轻轻 往她跟前凑了凑 将她盖在腿上的毛巾被 往上扯扯 问道 静 李斌和那女人的事 你是怎么打算的 徐静低着头 没回应 大哥粗声粗气地说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别人爱说啥是啥 你和李斌别闹 就这么过 你是她老婆 现在身体又是这样 她李斌再不是东西 也要脸面 不可能在这个关口 和你离婚 娶那个狐狸精进门 那个狐狸精等不及了 心绪就散了 徐静放下毛线球 掀开毛巾被 将自己截肢的残腿露出来 平静地看着歌嫂 说道 我都这样了 还怎么跟她闹呢 她的眼前越来越模糊 歌嫂的轮廓变得隐隐绰绰 她又问 我怎么跟她闹呢 她现在没踹了我 还肯赏我一口饭吃 我都要感恩戴德 我一个废人 有什么资格跟她闹呢 你们特意跑过来 就是为了劝我吗 大哥大嫂说道 哎呀 静 你别多心啊 实在是 实在是李斌和那个女人 现在太高调了 都不被人了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以前你脾气多暴躁呢 我们怕你想不开 也怕你冲动 整那一时之气 让自己吃亏 徐静将万般委屈咽下去 重新起针 继续勾向日葵 徐静他说道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的 哥嫂走后 家里陷入一片沉寂 徐静勾着勾着就看不清针脚了 干脆将毛线丢在一边 呜呜地哭了一通 南卫哥嫂还过来劝他 他哪有脾气啊 他现在已经不是体育馆那个雷厉风行 英姿煞爽的羽毛球教练了 他暴躁的脾气 早就随着那条腿一起被土方车的轮子碾碎了 凌落于一次次手术的痛楚中 消解在一道道同情的眼光中 摧毁于为了更高的赔偿 不得不谅解赵氏司机的妥协中 这样的他 在得知李斌出轨的那个瞬间 最先涌起的情绪不是怨 也不是恨 竟然是踏实 他就知道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他们本来感情也没那么好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李斌怎么可能一直守着他呢 心中没有真挚的爱 又靠什么来面对他残缺又伤痕累累的身体呢 他觉得 李斌是希望他主动替离婚 所以才会毫不掩饰的和那个女人勾勾搭搭 让他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这场奸情 李斌早就嫌弃他了 也许是内心残存了善良和不忍 也许是碍于对民生的需求 他没有说出口 他的尊严一次次催促他 挺直腰杆去成全李斌 然而现实却告诉他 忍一忍吧 忍到什么时候呢 他不知道 也许忍到自己装上甲脂 可以灵活行走的那天 忍到自己重新找到工作的那天 或者忍到李斌忍不住了 主动提出给他分更多财产的那天 每每想到这个问题 徐静都痛苦地想死 他曾是多么的要强 多么要脸 多么刚硬的人 他无法和现在的这个算计 可怜 贪婪的自己自洽 他自己很难过了 恨不得不见任何人 可这几天 他的朋友 旧同事 哥嫂 一个个的都来劝他 每一个都在暗示他 不管李斌在外面如何乱搞 他都要厚着脸皮 赖上他 因为这就是你现在的生存现状 这就是你下半辈子的生活捷径 徐静捡起毛线 抹掉眼泪 继续勾向日葵 他不相信自己勾不好 一次不行他可以练十次 十次不行他可以练百次 他不想真的成为一个废人 傍晚 李斌没有回来 徐静坐着轮椅 去厨房热了点剩饭果腹 然后继续在灯下练习勾画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身下有热流涌出 昏天暗地的日子让他忽略了时间 他的生理期到了 徐静赶紧去卫生间翻找 找了半天才想起来卫生巾上次就用完了 他等待跑腿上门送货的这段时间里 他翻出住院时买的护理垫 忍着腿部的疼痛勉强垫到屁股下面 然后将轮椅转到门口 然后 感受着热流一股股涌出 静静地等着 三十分钟后 徐静拿到一大包卫生巾 他从卧室里找到了换洗的衣服 将轮椅转到卫生间 想把自己沾满血污的裤子换下来 简单擦洗一下 再换身干净的 想独自完成这些事 需要站起来 改杖早就准备好了 但他一直没用 他害怕自己站不起来 过不了心理这关 便一直回避着 但今天 他想让自己干净点 就必须要尝试尝试 然而他刚刚起身 便摔倒了 他趴在冰冷的地面上 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摔倒 虽然他没了一条腿 但另一条腿是完好的 拐杖也是精心定制的 他还是个运动员 有着优于常人的平衡能力和控制能力 过去不知做过多少次的单腿跳跃 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 徐静在地上趴了一会儿 企图站起来 但始终没能做到 他感觉自己积累多年的身体素质和能力都被那条腿带走了 现在的他 虚弱的撑不起上半身 在大汗淋漓中 他放弃了 将脸贴到了冰冷的地砖上 他不知道自己趴了多久 直到李冰回来 他才被摆弄着坐回轮椅里 这么多天一个人在家都没事 今天怎么搞的 明天我还是找个护工吧 李冰淡淡淡地说道 他插着腰 气喘吁吁地说 拐杖得慢慢适应 明天还是找个护工 再来照顾你一段时间吧 花不了多少钱 再说赔偿都到位了 等腿彻彻彻底恢复 装上甲肢就好了 徐静无言 默默转动轮椅 离开了 此日 李冰早早出门 徐静等了许久 也没见到护工的影子 这期间 他只能坐在轮椅上换卫生巾 早就没了羞耻心 这时 妈妈打了电话 说他正在老家卖房卖东西 等一切处理妥当了 就过来照顾他 他看着老人手上亲子的印记问道 你手背怎么了 妈妈将手缩了回去 没事 这几天有点不舒服 掉了两天睡 徐静想了想说道 房子还是别卖了 妈妈问 我得去照顾你啊 老太太还不知道 李冰外边有人的事情 徐静想说 等我将来和李冰离婚了 就没家了 你把老家房子卖了 我们去哪住呢 但他害怕老人受刺激 只含糊着说道 先别卖了 卖了就买不回去了 挂断电话 徐静非常的颓洒 陷入一种深深的无能感之中 他才四十岁 被一场事故颠覆了人生 关于未来 他心中一片模糊 因为过去的计划都很难如期实施了 就好像他酝酿了四十年的春意 却兜头迎来一场大雪 每一株希望的萌芽都被冻死了 他没有力气重新翻土播种 好像只能腐烂下去 以后会怎么样呢 他不知道 但因为他的存在 别人的以后会怎么样 他倒是清楚得很 他妈妈有一个残疾的女儿 余生都要为他操心操劳 哪怕自己拖着一身病 也不得不打起精神 去争取活得长久 陪伴女儿多走一程 他的女儿有了一个残疾妈妈 他找工作的时候 要考虑不能离家太远 别的同学天高任鸟飞 他的女儿必须接受他带来的羁绊 以后谈恋爱结婚受到的影响更大 谁家愿意和一个残疾人成为亲家呢 哪个女婿允许老婆背上他这样的行李呢 至于其他人 他都不愿意再细想 自从出了这场撤祸 朋友与他的联络渐渐少了 哥嫂难得过来一趟 也只是劝他不要离婚 好像生怕他离婚了无处可去 他们身为哥嫂不得不承担什么 他就是一个活活的累赘 被众人厌弃 给众人添麻烦 他什么都不用说 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活着 就是对至亲至尽之人的 道德绑架 徐静忽然就不想活了 他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比他惨一百倍 他甚至还有站起来 步步生风的将来 但他此刻就是不想活了 未来的希望 战胜不了当下的绝望 从绝望到希望 需要跨越多少障碍 战胜多少痛苦 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 绝不像旁人 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接受自己被折磨 但他无法容忍给别人添麻烦 他年迈的可怜的妈妈 他青春正好 有无限未来的女儿 他那些担心被他拖累的亲人 在他面前小心翼翼的朋友 甚至还有一边出轨 一边对他不言离弃的丈夫 他活成了一个炸弹 埋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他用自己的不幸 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 在阳光大好的日子里 徐静开始琢磨 一个体面的死法 这并不是冲动的决定 是日积月累的尊严损毁 突破承受值的身心反应 这道坎外人看着不大 但他自己就是迈不过去了 徐静将轮椅转到玄关 像个局外人一样 环顾曾经温馨的家 然后转进厨房 抄起拐杖 将所有的窗户关上 调起抹布 将缝隙一点点封死 他费尽力气 为自己构建了生命最后的密室 怀着一种即将解脱的轻松心情 但是就在他打算悬开煤气开关的时候 手机响了 竟是派出所打来的 女儿李洋洋因打人被拘留 警察让他马上过去一趟 徐静顿时慌了 他艰难的用拐杖挑开堵住门缝的抹布 紧急转了出去 到了门口才意识到自己出了这个门寸步难行 没办法 他只好给李斌打电话 让他赶紧去 李斌却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 我在医院 徐静问 你在医院做什么 女儿在派出所呀 你赶紧过去 李斌说 他打的是我 还有 还有我朋友 徐静说 他打你干什么 你哪个朋友 刚问完 他就反应过来 这个朋友是谁 手机那段 传来年轻女人呜呜的哭声 徐静说 打得严重吗 李斌说 女儿练过体育 骨架大 力气大 你是知道的 他打人的时候 我正好在卫生间 我听见声音出来拦他 他把我头打破了 缝了三针 我朋友他 他两处骨折 他家人抱得紧 说是要去找学校 还要把杨阳送进去 徐静急了 杨阳是你女儿 你不能 你不能让你的朋友这样做 他为什么打你们 难道你们心里没数吗 李斌说 说那些都没用 现在的情况 就是杨阳犯法了 徐静哽咽着 艰难的说道 李斌 我跟你离婚 我跟你离婚 我跟你离婚好不好 我成全你们 只要你们放过杨阳 她才独大医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能忍心 看着她被学校开除 去蹲大牢吗 李斌沉默着 徐静又说 我谢谢你 这段时间以来的照顾 我跟你离婚 你和她说 只要放过杨阳 这就是我的离婚条件 李斌说 好 她又紧接着说 徐静 我和她 其实很早就在一起了 并不是因为你出事 我和你性格不合 就算没有这场事故 我们早晚也得散 徐静笑了 那就谢谢你对我的怜悯 一个月后 徐静和李斌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天 她将蓬乱的头发 素起高高的马尾 换上了过去经常穿的粉色运动套装 还涂了口红 女儿把她从车上抱下来 她没有去坐轮椅 而是拄着拐杖 走进了明政局 空荡荡的一条裤管 被风掀翻 很多人都在看她 她目视前方 一点一点挪到 办手续的窗口 签字 她的心情 被重新站起来的幸福感 冲击着 甚至没有感受到 一丝离异的悲凉 徐静无比庆幸 那天没死成 她接受自己 失去了一条腿 成为一个残疾人 她愿意去战胜 适应拐杖的恐惧 相信她可以支撑自己 她不抗拒 坦然面对他人的关注 不自卑自苦 因为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残缺 隐性的 显性的 而她恰好缺了一条腿 她积极 她积极去为那些 依赖假之奔跑的人喝彩 相信那些冷冰冰的器械 也会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 在冲力的撞击下 在疼痛的磨合中 融入她的血肉 让她找回曾经的自如 徐静带着事故赔偿款 和分割道的婚内财产 搬回了妈妈家 从此后 和妈妈、女儿共同生活 三个高大的女人 激在矮矮的屋檐下 相依为命 互为支撑 徐静在这里 回到了小时候 勇敢地 买出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步 她甩开了轮椅 甩开了拐杖 戴上了甲枝 她的妈妈和她的女儿 默默地跟在她身后 见证着她的每一次成长 与进步 有一天她回头 看到他们 宠着她笑 感觉自己 就像一面在风中 烈烈招展的棋 命运的牺牲扯着她 她似乎随时都会扯断牵绊 随风而去 是她的妈妈和她的女儿 像两枚坚定的钉子 扎扎湿湿的 毛住了她 任她被风吹雨打 任她自卑自伤 任她被灼出窟窿 任她褪去颜色 她们就那样 她们就那样毛住她 拢着她的灵魂和最后一口气 等待她缓缓长出新的血肉 成为全新的自己 我为谁而活 遭遇人生中创后 许静常常如此自问 现在她找到了答案 如果人不愿为自己而活 那就去为生你养你 你生你养的人而活 去为了求结的根 茂盛的叶而活 去为了生命的来源和延续而活 去为了一棵完整的树而活 在生命的四十岁 徐静毁灭又重生 山高路远 纵情跋涉回头再往 伤痛之沙 已然一片 郁郁匆匆